我们一起再次做个祷告 慈悲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 这个时间恳求你来做工 担当你软弱的器皿 借着圣灵充满引导 是我们传讲你话语的书 带着从你而来的能力 并且达到你预期的目的 借着你的道 唤醒更能沉睡的心灵 搭救我们脱离各样的束缚和捆绑 赐个我们智慧 让我们晓得在这个时代如何 更好地善用你给我们的时间 更好地在你面前过你所喜悦的生活 愿主怜悯我们与我们同在 我们也特别感恩在间隔很长时间 我们再一次透过网络相会 让这些可慕你真理的儿女 在这个交流的时间 加上你特别的祝福 使我们这样的具体都能够 使我们人得平安得益处 让你的名字得荣耀的这样的机会 愿主恩待那些在网上观摩的肢体 也激发他们一同加入到这个追求古典 这样的神学巨著的同时 让我们更好地进入真理的门 求主亲自与我们同在 祝福你自己的教会 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 阿们 今天我想跟各位谈一个主题 就是汉堡与珍珠 浅谈基督徒快餐式的灵性与寻珠的人生 由于现代基督徒的肤浅肥胖而引发的思考 首先我想跟大家谈一个主题 就是汉堡与文化 实际提到汉堡 我想大家现在活在现代人 无论是00后还是70后 特别是60后 现在没有人不知道汉堡 对不对 这是快餐 不只是年轻人喜欢 甚至中老年人都喜欢 那么汉堡我们都知道 它实际上是20世纪初 伴随着工业革命而产生的一个产品 为什么呢 我们都知道麦当劳对不对 麦当劳兄弟 他们也是虽然是偶然发生的一件事情 他们就是当时工业革命开始复兴的时候 人们都开始忙碌 忙碌的一个现象就是 没有办法很好的吃早餐 为了赶上班 大家都匆匆忙忙的 所以他们就制造了一种产品 叫做汉堡 它里面加上蔬菜 加上肉饼或者加上鸡蛋 然后配上其他的可乐也好 饮料也好 给一个套餐 让人满足 可以在繁忙的过程当中 解决早餐的问题 它的优点就是 方便 快捷 廉价 而且 看似营养丰富 随着时间的发展 又加上蔬菜 又加上肉 又加上这个 起司 或者其他的东西 好像一个小set 就可以完全解决 我们日用的一些均衡的营养 但是我们发现 汉堡它有它的弊病 它虽然方便 它虽然好像廉价 它虽然好像可以给我们带来饱足感 但是同时 它却也产生了 不带的问题 就是身体的肥胖 一般来说 我们吃正常的早餐的话 我们一般考虑到营养的均衡 吃早餐再怎么吃 也不会产生肥胖 但是汉堡呢 这个快餐呢 给我们带来的就是肥胖 而且给我们一种错觉 在短的时间内 我可以摄取我一天当中 所需用的所有的养分 维生素 蔬菜的 脂肪的 蛋白质的 甚至这个糖的 饮料等等 都可以满足 于是呢 我们在以为它可以代替早餐的这种情况下 给我们带来的就是肥胖 然后带来的就是一种欺骗我们 以为我可以吃饱了 的确可以可以给我们带来 胃的这种饱足感 这种汉堡式的生活方式 消费方式也形成了一种文化 如果你深究到底是汉堡引进了文化 还是当时的社会氛围已经产生了这种文化 而硬实产生了汉堡这种产品呢 我们无从查考哈 但是总之是在这种繁忙的这种情况下 人们有一些需要必须去满足 而这些需要必须由这种类似于汉堡的这种产品出现 所以就给我们带来很多的便利 好像也可以带来饥饿的问题 营养的问题 但是也带来了一些负面的作用 就像我刚才说的 欺骗我们以为一天的营养已经足够了 然后第二让我们有一种饱足感 第三呢就给我们带来肥胖 所以长期看来他对我们的健康是无益的 因此我们现在有一些年轻的父母 比较有意识的会限制孩子吃这种快餐 特别是汉堡炸鸡等等 美国呢是可能不怎么样 但是在韩国这边 我想在国内也是有这种现象 父母会禁止孩子喝可乐吃快餐 特别是什么炸鸡呀 这个汉堡之类的 所以汉堡成为一种快餐文化的一种符号 不仅是汉堡 我们发现这种文化产生 就像我刚才说的 到底是文化产生了汉堡 汉堡形成了一种文化 还是汉堡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文化的一种代表 我更愿意说就是汉堡是一种消费 一种文化的产物和代表 那与之相应代表的 我发现就是各种读书会 近十年左右吧 什么国内出现了很多著名的这种读书会 我就不用罗列 大家都知道 免得好像我在毁谤某某读书会 那读书会为什么产生 读书会也如同汉堡一样 大家在现代社会 生活节奏越来越繁忙的时候 人们生活当中没有空闲的时候 而深深感到肚子饿 灵魂里面觉得精神上空 需要一些迅速补充灵魂上的饥渴 随应而产生的就是这种各种读书会 读书会的特征什么呢 短 精 有一个高手给你把一卷一本三百页的书 用15分钟就给你总结 录制成各种音频 然后只要花一定的钱就可以满足 听书也一样 然后结果呢 大家都在听 听的过程当中 似乎满足了 包袱感 似乎获得了我们对知的欲望 物质丰富了 节奏繁忙了 但是精神上感到匮乏的我们 在听的过程当中 好像我15分钟就可以 别人搞六个月才能读懂的一本书 我15分钟就搞定了 所以有一种成就感 但是这种成就感的中间也带来副作用 就是虚假的包袱感 然后同时带来一种肥胖 所谓的肥胖 就是不是正常的成长 而且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 我们要留意这种快餐也好 这种读书会也好 在短期里面 如果从实用主义的角度 实效 实用的角度的话 绝对是一流的 百分之百好的 但是我们却发现 虽然我们在这种知识的摄取 和储藏上 它是百分之百是有效的 因为什么 在单位时间里 你可以节省很多的时间 解决很多的问题 把一本书的精髓都可以吸收到 所以单纯从现代这种功利主义 这种结果主义 从这种效果 效率来看 绝对是一流的 最有效的 而且是值得 你花15块钱听一本 15分钟一个剧著 一个名点 满足你精神的需求是好的 但是会造成肥胖 而且副作用就是智能低下 大家不要误会 为什么 传统的读经 传统的 传统的这个读书的过程很重要 过程 这个过程也是一个旅 旅程 拜托 这个比我不太适应 字可能有点吵 旅程很重要 为什么 我们都知道文字 语言 它有它的规则 它有它的规则 你要想了解作者的意图 你必须懂词 意 还有句子 词是这个语言最小的单位 句子是表达一个意思 最基本的单位 句子 然后还有文章 段落 当你去读这个书的时候 作者有它的画法 它有它的逻辑 它有它的阐述过程 论证过程 所以读者呢 必须要舍己 舍己的过程 必须要去按照语言的法则 去理解读者在说什么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读者是一种矿工的角色 不断地在这个矿里 这个山里面去挖掘 可能过程很艰辛 但是它是一个自我成长的过程 为什么 它的思考 它的逻辑 它的推理 它的分析 它的观察 都在成长 但是各种读书会 15分钟搞定的这种 快餐式的消费呢 准去了我们所有的麻烦 似乎给我们省下了时间 省下了钱 又满足了我们 灵魂之肚腐的需要 又给我们一种虚假的 饱腹感 但是 而且 而且给我们产生了一种 知识的 积累的这种幻想 幻想 我们以为自己身体很健壮 其实是虚胖 肥满 但是 关键的问题是 我们这个人格 在阅读的过程当中 这种发展 这种成长 没了 被删了 我们就像 如同一个巨大的婴孩 被一个奶瓶子 在给我们输奶 我们只要轻轻的一国 所有的我们认为的 需要的都可以 很容易的进入到 我们的身体在成长 但是我们从来不运动 所以弟兄姊妹 什么意思呢 我们可能在这种 大脑的记忆的层面 记忆的层面 可能储备了很多知识的量 但是我们这个人的 所谓的智慧和声量 没有发展的机会 为什么 那个过程都省略了 所以弟兄姊妹 这种快餐式的消费 现在有很多 什么充电宝 电瓶车 那个方便式的 越便利越 包括这种快递的 这种快餐 都是因为我们繁忙 没有时间 方便了我们 但是却带了很多副作用 在求知的过程当中 这个副作用凸显的 更为严重 我们可能 知其然 却不知所以然 我们可能获得了一些知识的结果 某位大师给你分析解释 结果 总结 你就接收 张着嘴去 摄取就行 接受就行 记忆就行 存储就行 积累就行 但是这个一般寻求知识的过程 我们在阅读过程上的我们的阅读思考分析的能力 为什么现在普遍中国人的这种对事物对一件事情的判断 对人的话的理解 缺乏理解力呢 我个人觉得除了洗脑之外 除了那种功利的教育之外 我们在基本的素养 不是我在大脑皮层里面存储了多少量的问题 就像应试这种教育一样 背就行 脑的记忆好就行 那我们和一个USB和一个memory和一个录音笔相比的话 我们比它差多了 它的存储量比我们大多了 但是我们就变成了一种复制的机器 我把知识塞到我的头脑里 考试的时候再添答案就行了 但是我们忽略了真正的教育是人的成长 知识获得只不过是我成长带来的必然结果 因为我的理解能力好 我读一遍文章的时候 我准确地掌握了这个画者的意图 所以我在答问题的时候 我迎刃而解 因为我的运算能力好 或者什么分析逻辑能力好 所以打出结果我可以 后来有一些什么速算法等等 直接省略了 按效率来说 按照现代的功力 这种效率来说 你算得够快 但是你那种推理的过程 省略了 是快了 直接绕 进到超车了 但是你的推理的这种逻辑思考能力没了 所以弟兄姊妹 这种快餐文化导致今天 很多人在阅读 阅读的能力低下的人 他们的思考能力也低下 他们看人 看事的能力也低下 这也是为什么在网上 我们跟很多人沟通 他们听不懂你说什么 为什么 理解力很低 口里可以背很多标准答案口诀 但是这些口诀如何得来的 他们不知道 所以弟兄姊妹 今天基督徒很大的问题 我想在最后总结的时候 我再跟大家谈 然后我们紧接着再看 汉堡和灵性 那现代的基督徒的忙碌 刚才已经剪了 现代基督徒的饥饿 现在很忙 为什么忙 时代变了 以前是农业社会 相对节奏比较缓慢 现在大部分都城市化 工业化 现代化 涌入城市里面 基督徒为了寻生存 找个工作 工作也是工厂 为了生存也加班 然后大家都一块 除了睡觉吃饭 上厕所 上市场上买一些必需品以外 几乎连娱乐时间都没有了 这是现代的一种特征 于是乎基督徒 可能要维持自己的灵性 就越发难了 我曾经开拓教会的 那个教会 是一个郊区乡镇的教会 我曾经对那些 务农的弟兄姐妹说 我说 你们现在不要以为 现在时间很多 将来有一天 你们忙到 维持一个基督徒 基本应该有的 基本条件 可能都达不到 为什么 就像被套在墨上的驴羊 不停地奔跑 为了生存 不是说你愿不愿收主日的问题 你要找一个工作 给你修主日的工作 几乎没有 当然现在国家有劳动法等等 对不对 所以也就是说 你现在农闲的时候 可以打麻将 看什么流老根 我农村幕会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那个时期 然后你可能去串门子 打扑克什么 上KTV 有那个事件 但是将来有一天 你可能连正常聚会的时间都满足不了 等你的祷告时间没了 读经的时间没了 聚会的时间没了 可能剩下的只有你自己的头脑当中 意识当中告白 你是一个基督徒 除此之外 你没有力量去胜过任何的罪 因为你所有的生命线都断了 所以以后的基督徒 面临着做基督徒最基本的 都可能做不到 所以你们现在要警醒 那是我是在十几年前 对那些 这个 还没有体会到 现代化城市的那些郊区的 就怎么说的 现在他们经历到了 进到城里了 种地不挣钱 进到城里打工 天天忙的 说累得像狗似的 大家都这么形容 根本没有心思 什么灵修 心理想应该灵修 但是没有时间 累得要死 回家洗洗就睡了 要不然就办点 必须办的事情 现代基督徒忙碌 现代基督徒也饥饿 所以呢 就产生了什么 快参事的灵性 什么能够迅速 让我了解基督教的精髓呢 信条 这还不错的呢 有的根本不学信条 信经 信仰告白 什么这个问答 大家不要误会 我是改革宗长老会的牧师 这些都是有重要的 都是有价值的 在历史上也被验证的 对于今天教导 信徒了解基督信仰 核心是迅速的 但是大家要留意 这种快 有好处 也有弊饼 加上这种消费的 想快速了解 核心的这种心理 快餐文化的心理 形成一种快餐式的灵性 好像有饱足感 好像知道了 你看在网上经常打仗的那些人 要不然就用多特性 五大交易 以为五大交易就是改革宗 所有全部了 小要理 问答 等等 这些信经信条 它不是全部真理 它是真理的浓缩 它不包罗所有的 而且它是非常简明的 这个骨干式的 所以它缺少那种丰富 缺少那种生动 所以大家在吃了这些干粮之后 有很多人消化不良 就产生肥胖 一种虚假的饱足感 然后甚至产生一种肥胖 大家都在学 你学我也学 互相攀比 好像我要不学 就有种自卑感落后感 最近还实行各种什么 宣教学校 宣教培训课程 我前两天 我就一直接受一位肢体问我 他问我 某某一个宣教 国际上非常有名的 宣教这个训练可不可以 我说这个宣教背后 是新师徒 然后后来换名了 他就说学这个可不可以 我说又也是一样 是新师徒 然后他还问 我后来我就直接跟他说 我说既然你连这个训练课程 该不该学都不知道 我个人觉得你不该学 为什么 有更核心的基本教育 你都不知道 一个人真正懂真理的人 他知道自己需要什么 他知道什么 该学什么不该学 所以现在基督徒什么 你学辅导 学我也学辅导 你学圣经 我也学 你学什么 这个药理问答 我也学 你学宣教 我也学 大家都在学 都形成了一种汉堡 流行的快餐式的文化 迅速的忙得不得了 也不知道自己要做宣教士 还是负责宣教这个本科的这个担当者什么样 每个人都要去学宣教 我不是说我反对宣教 我自己蒙招的时候 第一愿望也是宣教 像保罗一样到各处去建教会 建完教会 然后去再去别的地方建 我认为我不适合墓会 结果上帝跟我开了玩笑 我服侍了以后 没让我当宣教士 在一个教会里面固定 摁在那里 服侍了六年 我现在所服侍的每个教会 基本上都五年以上 水平路教会也四五年 然后第二个教会也是四五年 然后现在这个教会也是四五年了 所以什么意思呢 现在大家好像即可 以前从那种反对交易 现在开始学习交易 然后交易里面又多 他讲这个 他讲那个 现在这个网络时代 海外的 因为疫情的缘故 海外的什么 维敏的什么 印尼的什么 第三千禧年的什么 包括很多 什么清教徒的 加尔文的 那种免费的视频 优质的课程很多 海外华人的牧者们也有负担 都在讲 都在听 每周六都在发 各种祝母号 每周一都有各种会议号 忙得不可开交 好像什么都知道 其实什么都不知道 好像很肥满了 但是只不过是虚胖 知道什么 但是快餐式的灵性的弊病就是 好像知道很多 但是越来越离圣经越远 好像知道很多 但是只知道口诀 不知道这个推导口诀的过程 很多人学这个信条信经 只知道这个什么 全然败坏 什么无条件的拣选 不可抗力的恩典等等 这些都知道 这个背后的经文 根据什么 然后在这个五条之外 还有什么 他不知道 然后只不过是简单的 因为他的思考能力 没有被训练出来 他又对圣经的基础 又不是很深厚 所以他只知道一些枯燥的 一些逻辑性的 一些信条 结果他在读圣经的时候 他就硬把他已经固化的口诀 作为他解经 去撕裂圣经 去把圣经的这种丰富 这种有机 这种博大精深的 这个先活的话语 用他这个固定的模式 去切割去套 所以有些人很多问 自由意志啊 预定啊 问我 我当时一听 我就猛 嗡嗡的 这个头都要炸掉了 就是现在基督徒 好像懂很高深的 以前是神学院的学生才懂的 现在一些基督徒 会上网的都懂 张嘴就来 然后你谈人的责任的时候 他就说你阿弥念 所以他们好像懂 其实什么都不懂啊 真的 什么都不懂 但是有一种虚假的饱腹感 这种灵性的弊病 给我们带了一种虚假的成就 而且在这种学习的过程当中 他们自身的思考 虽然有一些人在学逻辑 但是在我看来 他们根本没有逻辑 虽然他们讲话的时候 跟人在网上辩论的时候 去吵嘴架的时候 好像有逻辑 但是根本没有逻辑啊 真的没有逻辑 因为人的知识积累 是循序渐进的有个过程 你不可能跳跃 跳跃那个过程 你得到了答案 你把那个答案背得 拱瓜落实 那种口诀 但是你自身的那个功底 还不够 当处理底层到知识的时候 你就发现你贫血 然后你就身体发虚 有很多更丰富的内容 没有办法去处理 我就不详细讲了 所以造成自欺 然后造成肤浅 造成肥胖 好 那与之相比呢 我们看到另一种情况 就是珍珠与人生 寻珠的比喻 马太福音13章44节到46节 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 人遇见了把它藏起来 欢欢喜喜地变卖 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 天国又好像卖人寻找珠子 遇见一颗贵重价的珠子 就变卖他一切所有的 买了这颗珠子 这是主耶稣亲自教导的 宝贝藏在地里 遇见了把它藏起来 为什么 这是有文化背景 这个宝贝所在的那块地 宝贝在哪块地里 地的主人拥有这个宝贝的权 所以这个人是懂道理的 他不是个贼 所以发现了 就好好盖一盖藏起来了 回头他就做了一件什么事情 变卖一切所有的 把他自己所有的去买 这是一种价值交换 那块地 为什么 为了宝贝 放下一切去变卖 这是一种价值的判断 这个人是识货的人 价值的判断 价值的认识 然后加上这种是变卖买 是价值的交换 天国好像 当然这个不是说我们要承受那国 耶稣说天国好像 是指天国里面很多的原理 就像这个 不一定是指我们说新天新地 或者天堂 不是那个意思 天国的原理就像 天国好像一个人真正认识了一个价值 宝贝 他宁可变卖他一切所有的去买 这块地 为什么 真正的价值在宝贝里 这个人是有真正的价值认识的 然后他愿意批下一切去交换那个价值 舍去 天国的果效就这样 一个人真正发现一个宝贝 他愿意舍弃 一个人发现了 说宝贝呀宝贝 但是他不愿投资时间 不愿投他的金钱 不愿投他的精力的话 不愿流汗 花力气的话 这个人说宝贝宝贝 那都是胡扯 连他自己都不相信那宝贝 他脑袋上告白 这是真理 这是教义 但是他实践 他都不愿意花实践去 花代价去实践的话 那么他所知道的不是真正的价值 天国又好像有人做买卖的人 懂珍珠的人 寻找好珠子 他盼望能收到真正有价值的珠子 偶尔遇见了一颗重价的珠子 他做的反应什么 变卖他一切的所有 然后又去买那颗珠子 这也是价值的认识 然后去交换 投资在最重要的事情上 付上自己一切的价值 去做最重要的事 所以实际上 耶稣教导我们这个比喻 就是天国就是这样 真正发现了价值 就愿意投一切的精力和价值去换取 他实际上是教导我们一个真正寻珠的人生 一个真正智慧的人 一个真正认识价值的人 就应该寻找最高价值的人 最典型的例子 我们知道保罗 只是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 我现在因基督都当有损了 对比以前 现在 一旦如此 我将万事 所有的一切都当做有损的 为什么当做有损的 是因为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 所以他价值认识 价值交换 因此丢弃万事 看作不值钱的分土 为要得着记住 这不就是天国的比喻吗 这不就是寻珠的人生吗 问题是 他真的认识了价值 所以弟兄姊妹 圣经里面说到 不要把生物丢给狗吃 也不要把真珠丢在珠前 我这不是串珠式的乙经解经 我之所以把这些经文连起来 不只是因为有珍珠这个意思 因为我发现这句话里面 有他们相同的价值概念 前面说到了 看见弟兄眼中有粮木 眼中有刺不晓得 自己眼中有刺 耶稣责备了这些骄傲 自以为是的人 然后紧接着他结尾的时候说到 你要先除掉你的粮木 然后再去挑别人 去帮助弟兄把眼中的刺 耶稣不只责备这种看的态度 为什么 狗是不晓得什么是圣物 圣物里面什么腿子肉啊 然后也不要把珍珠丢在猪前 猪哪晓得珍珠啊 猪只知道玉米和烂白菜 那些烂菜叶子 草根啥的 猪喜欢那个 珍珠对他来说 他有眼不识珍珠啊 别看猪的眼睛很大大的 睫毛也很长 乍巴乍巴听亮晶晶可爱的 但是他不识珍珠 所以不要把圣物丢给狗 也不要把珍珠丢给猪前 耶稣不是骂人 是比喻 有些人就像狗一样 他不识圣物 有些人就像珍珠一样 像猪一样不识珍珠 恐怕他们不但轻蔑了 你爱心去帮助他 你去劝勉他 用真理教导他 他不但不接受 反而来咬你恨你 这不是同样是价值的问题吗 前两 无论是猪和狗 他们不认识 珍珠和圣物 那这种人 你去帮助他的手 他也不知道珍珠 他只能会践踏珍珠 而且来咬你 所以弟兄姊妹 虽然我们改变不了时代 它的文化和特征 但是我们有能力 有责任去抵挡世俗的文化 保罗说不要效法 这个世代堕落的 受罪的 影响的 一些负面的 那是世俗的价值和生活方式 人生苦短 要爱惜光阴 因为我们不是活着永恒 如果永恒的话 我前一百年 我选择玩 后一百年 选择这个学初中 再来一百年 我学这个高中大学 再来一百年 我读个硕士 读个博士 然后再来一百年 我周游世界等等 然后再来一百年 我睡它一百年 再来一百年 总之用不完的时间 我爱怎么用就怎么用 对不对 人生不是那样 等我们懂点事 我们就发现 我们已经三四十岁了 如果倒计时 活到一百岁 还有七十年 除了吃喝拉撒 睡觉 忙活些本分 能够做正经事的时间 太短了 当爱惜光阴 这是上帝教导我们的智慧 不要虚度光阴 那许多诸多的忙碌 都是有意义的 但不都有价值 我们要学会减法 删掉不必要的事 我们不要盲从 要清楚自己的需要 比起外围的 要抓住核心的 宣教学重要 但是你在学宣教学之前 你先学好其他的科 在神学院里 我说的不是神学本科 是神学研究生 道朔 宣教学一般在二年级下半学期 和三年级都是才学 为什么 第一学期神学序论 什么新约概论 旧约概论 什么摩西五经 一些基础课程 语言 然后一年级下半期 什么神论 然后等等 等你学了一些 基本的解经 圣经 然后系统神学 核心的教理之后 开始延伸到实践 一个人如果不懂得真理的框架和总价值的话 实践是很危险的 实践是如何应用我们所知道的真理 当然这个实践的科目就多了 对不对 但是现代的好多的实践是脱离神学框架和基础 好像实践自己独立是一门科一样 实践不是绝对的 方法论很多 但是如果我们没有扎实的神学基础 去实践的时候 一定会受到世俗的或者错误的方法论 违背我们信仰的方法去做 甚至是价值出发点的错 所以我们基督徒的侍奉很重要的是 先给你实践 然后教导你什么武器等等 祭司的侍奉 然后再延伸 你看最核心的实践告诉我们 上帝是独一的 除了上帝以外 如何对待神的名 什么样敬拜 如何等等 然后教导最核心的之后 为了实践维持这个延伸到什么 献祭呀等等 其他爱临舍等等 所以我们学知识也是 那个大学的课程不是盲目给我们安排的 他都有他教导的科学在里面 而现在基督徒 人家学什么我也学什么 不学就好像被甩在后面 就像像你家孩子送学院一样 恐怕自己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不管你孩子会不会弹钢琴 愿不愿弹钢琴 是喜欢踢球还是喜欢弹钢琴 总之人家学这个二胡你就学 人家学这个小提琴你学 人家学这个大提琴你也学 人家学这个跆拳道你也学 人家学这个 总之要学的太多了 孩子也累得要死 不愿意学也得学 为什么父母吩咐的吗 都是盲从的结果 累得要命 但是不知道自己要学什么 所以比起外围的核心 基督教学习也是 要先学核心的 基要的核心的 然后再学一些周边的 周边的 比起最新的 更要汲取古典的 所有的学科 包括什么经济啊 政治啊 你要看你要写论文 除了参考一些以前的作品 很多的特别是实践性的 一定要看最新的论文 甚至有的人论文几乎就是审核通过了 结果最近又发表了一个新的论文 学术 学术完全改变了 你这个论文就没有办法表 你必须得重新写 修正 不然的话你这个论文就没有价值 所有东西都求最新的 唯有基督教不是求最新的 而是古老的 古典的 我们都要回到教父 回到圣经 近一点回到宗教改革 宗教改革的精神 不是给我们固定某种一套死的模式 宗教改革的精神 是让我们回到圣经 回到教父 回到源头 所以我们向保罗所说 你们要效法我 向我效法基督 保罗不是终极目标 是向保罗一样效法基督 基督是终极目标 我们要学习改革宗神学 为什么学习 不是改革宗是终极权位 是因为改革宗追求的就是 和洪圣经和教父们的教导 正统教父的正统教导 所以我们也要经过改革宗神学 然后去寻找更纯确的源头 这才是我们的目的 对不对 所以有些东西先学古典的 这就是我为什么跟大家说 伯克夫的你可以不读 但是你一定要读基督教药义 或者是奥古斯丁的 奥古斯丁太难 一般人读不懂 没有导师的话读不懂 读来读去就读出异端来也有 毕竟奥古斯丁神学里面 有很多思想 有些需要批判 你理解错了就变成 罗马天主教 天主教也是依靠奥古斯丁 改革宗也依靠 为什么 他们追求的不同的观点 有的是误解奥古斯丁 有的是因为 他根据奥古斯丁一些错误主张 建立他们的什么教会论 或者圣理论 或者是玛利亚终身统真等等 所以在学习信仰上 一定要寻求古典 国内很多基督徒 什么荷兰 什么什么这个 当然我们告白韦斯米斯特 即便我们不是什么欧陆的 但是什么海德堡 比利时多特性经 我们都接受的 虽然我们告白 韦斯米斯特 大小要理问答等等 但是那些都是通的 都接受的 派别不同 信仰基本都是一致的 那比起这些呢 我们要追续更久的 更古典的 就是宗教改革时期 比起多特 更权威的不是加尔文吗 所有后代的学生 在日内瓦的 什么苏格兰的 英格兰的 包括这个德国的 包括法国其他的 什么苏利市啊等等 其他地区的一些难民 到日内瓦来进修 结果日内瓦学院 就变成了一个神学院 就变成了一个 派送宣教士的这样的 这个学校 所有的毕业生 派到各地去 后来的神学 基本大多数都是受 加尔文主义的影响 加尔文的神学影响 所以一种变形 到各地在荷兰 形成了他们一些特色的 诠释加尔文的神学的基础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 所以比起学那些 要追求源头的 比起片面的 更要追求全备和整全的 这个我之前也跟大家说了 信条信经都很好 可以帮助我们快速 学习基督教真理 但是很多是片面的 特别是学信条信经的时候 很忽视下面的 证据经文 很少有人很详细地去分析 没有一定功底的人 也讲不了 因为他们根本不懂 为什么把一些 好像看似无关的经文 贴在那里 他如果不了解的话 根本别看现在 国内传道人很勇敢 随便拿一本书就跟人讲 我发现最近这个 在雅各上有好多人 也在讲基督教药益 我也不知道他们是 诗从何来 他们修过基督教药益的 和这个看了几本专著 研究了基督教有多少 这个看了多少专文呢 受了哪个大师的指引呢 然后就放胆去讲 去读好 去讲好 但是你别误导别人就行 我说的什么意思呢 随随便便拿来一个问题 自己都没搞懂的 然后就随便讲 这是很不负责任的 所以中国的传道人 是很勇敢的 而且都是具有很大的天才 什么书都可以讲 什么书拿过来都讲 所以有很多人经常问 我要奖章 我说不给 第一 我不认为我的奖章好 我的奖章大部分都是 大纲 拿着你也看不懂 里面的肉需要你自己填 第二 我不会惯着你们 让你们偷懒 害了你们 给你们 你们拿着去自己加工 讲的奖章脉络是我的 然后实际上你里面 加的都是乱七八糟 你自己的东西 跟我没有关系 我负不了那个责任 我不给你背书和买单 第三呢 就是我觉得这种 拿来主意呢 不是什么好习惯 很坏的一个毛病 随随便便 以为自己就是大师 可以去糊弄自己的信徒 但是自己就没有深入的去研究和学习 所以片面的 比起片面的 要全备的 整合的 这就是我当时为什么决定使用基督教要义 我使用基督教要义大概两年前 应该是2019年 2019年 1999年 2019年 正好是我全职20年的时间 20年期间我其实找了很多培训信徒的 国内原来什么 门徒之道 什么 这个 很多 一对一 什么 不再一样 好多 什么 这个生命与福音 生命之道 牧者之道 等等 大家都知道 然后那些内容 能用的都用了 都教过 还甚至教小药雷文达 韦斯明斯的信仰告白 他们各有他的长处 而且找有弊病 我就始终找不到一个满足的 后来我来这个教会之后 就那个时候我也是一直也在修一些课程 包括我的教授也是 他的课几乎我都听 也看了很多专注 然后一直我也喜欢基督教要义 后来我就决定就是选择基督教要义 因为没有任何属像基督教要义 比如说伯克夫巴文克的 他们各有各的特点 但是像基督教要义这样 这么柔和 这么深邃 这么全面 而且这么生动 而且既包含着护教 教理 包括解经 等等 包括特别是我们读基督教要义的时候 总是把我们的头 按到最低 不得不让我们心灵里面 被刺痛在神的面前悔改 所以这本书绝对是有它的魅力 虽然中文版有的时候有的意思比较模糊 无论是那几个版本都一样 所以决定了这个 其中还有个原因就是我发现现在基督徒不太注重古典 而且注什么读什么路易斯的什么都是现代的一些作者 有一些都是鸡汤的 有一些都是属灵书籍 而不怎么读那些经典的 巴温克的 伯克夫的很少有人读 虽然他读 但是那个只是作为一些学习教义 教理的这样的书是比较好的 但是戴信徒的话有点太硬 所以我就觉得找一本 丰富的 营养均衡的 但是又有分量的 就选了基督教要义 问题是他太厚 我当时最初设计的打算48周一年的时间 不同的主题去讲 但是大家发现 我那个音频一开始这个很长 一开始几乎是一张一张的 甚至有一两张一刻就讲完的 但是后来发现这样讲的话 虽然符合48周 但是漏掉太多养分 后来语气快 语气我学过了 一年之后大家都自信满满 我学过基督教要义 但实际具体到 谈到具体的时候 不知道这种虚假的包袱感 避免这样的话 我就决定细点讲 结果一讲讲到现在 133讲了是吧 还没讲完 第三句还没讲完 所以我要跟大家谈的是 你如果要性急 我想你可能搞错了一件事情 就是你可能已经中了这种快餐文化的毒 现在人肤浅就肤浅在这儿 性急就性急在这儿 总想快速成功 总想快速得到答案 有的人就问我问题的时候 牧师这个问题怎么问 我就跟他解释 从这个问题背后的前提 然后从他的错误之点 从圣经解释到教理 从历史解释 没有耐心听 为什么一个问题答这么大 你直接告诉我 对还是不对 这么低那么低 我可以那么大 但是你就变成白痴 只是背口诀的白痴 好像知道 啥也不知道 为什么 那个答案为什么得出来 这个背后有它的解经和思考过程 没有那个过程 你背答案 以后只能跟人拿着这个口诀 跟人背口诀去喊口号 全人败坏 人都是败坏的 具体怎么个败坏 为什么败坏 你经历了多少败坏 圣经里面提到哪些败坏 不只是背口诀的缘故 所以弟兄姊妹 教育很在乎的是人格教育 现在世俗的教育里面 都懂人格教育 不是那种天涯式的教育 人格性的教育 在我们在教会里面教育的时候 我们世俗当中 满足不了的一些教育 我们在教会里教育的时候 也要注重人格能力的教育 这个人得 透过这个课程 不管是让他脑子里装了什么东西 那是最终结果 虽然最终结果是要是爱神 实践 侍奉 表现出来 对不对 但是如果只是让他背标准答案 他脑子里虽然得到了标准答案 但是他的这个人 他的灵魂 还是一个白痴一样的存在 因为他根本不懂得思考 他不晓得如何去思考 所以他看待人 看待事 都是按照现代人的特征 凭感觉 凭猜想 根本不根据客观事实 他这么说 他怎么做 他说话的前来龙去脉 什么样的背景 根本不看这些 他一看这种现象 他直接抓住直观的印象 然后马上就跟他直观的这种结论 联系起来 结果这两个是不是在逻辑上必然有联系 他不管 在网上有一个什么什么合的 很有名 我不想招惹这样的人 但是我发现他很多的结论 什么跟重启派联系 相似不等于相同 今天的教会都是重启派的后裔吗 你问问历史学家 他同不同于你的主张 相似就拉到一块 搞成好像这个有这种族谱一样 好像有历史渊源一样 其实这就是一种快餐文化带出来的 所谓的聪明反悲 聪明误 好像很有洞见 他观察到了相似的地方 但是错误是 重启派和今天的某些相似点 是不是必然从他的思想渊源 承传下来的 不是啊 不是 这种畸形的现象 就是快餐文化导致的结果 人们很浮躁 很急 急于得到答案 但是却没有练好基本功 如何去挖出财宝 如何去把一个菜做好 厨师训练的时候 先让他颠大勺 先让他打扫卫生 清理厨房 不干 然后改刀 然后稍微练勺子 练基本功 反复练 练他好几个月 不行了还练 那些轻狂的人 总想说 我这么有厨师的天赋 为什么不让我去做一个 这个天下第一的菜 美瑶让我去露一露手呢 他是不晓得自己做什么 那些真正有经验的高手 都是先让他先清理一些基本的 操练一些基本的素养 到了这些各种功夫 积累起来的时候 他才能担当去做菜那个 所以综合性的素质的训养 今天的教会 我们需要综合的训练 在社会上 在历史上 没有受过教育的信徒很多 中国的特殊的历史和处境造成的 但是今天传道人 不要急于求成 扎扎实实地学习 扎扎实实地学习 去扎扎实实在教会里面 去培训这些人 让这些人不是只是做鹦鹉 会背口诀 让他们真正成熟的人格 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成长 懂得如何去听书 从作者阐述里面 去了解作者说什么 所以学习的过程是一个舍己的过程 如果充满自己的偏见和主见 你永远不懂得作者的意图 有很多人交上来的报告 我看着都要吐血 这个把加尔文都搞成异端了 这些人就自己以为好像知道什么 不知道跟哪个大师呢 学了几个口诀 然后就硬往 把后来的观念 一些片面的观念 硬套给加尔文 加尔文的概念比那个更丰富 甚至更成熟 然后用后期的术语去用在加尔文身上 这种做法都是因为快餐文化造成的 所以弟兄姊妹 在现代社会是一个急速发展的社会 我们基督徒要学习适应这个时代发展 为什么 技术不断发展 你必须得不断地学 学的目的是让你在这个时代里面 别被淘汰 不被淘汰的意思不是要让我们做文化的奴隶 大家都在用 你得赶紧学习 是吧 然后那个屏幕上有请用这个 用这个浏览器的 还那么大的字 在屏幕上看着 你又不是不识字 看见了没反应 这种脑子 看见字没有反应 为什么 已经习惯了 微信一点就进去了 跳出来了 一点就行了 不需要思考 大家都被这种动物园的笼子圈着 已经训练完了 那个笼子摘下去了 那个狮子走到那也转回头 走到那转回头 这是动物园的训兽师发现的一个现象 那个狮子为什么在一个很大的空地里面 走来走去 走到那个地方就掉头 走过那掉头 一个无形的一个监狱 后来他发现原来是套的那个笼子的那个界限 他走几步就创造笼子 无数次尝试之后 他就知道了 那个地方不能走 所以走到那就转过来 走到那就转过来 等笼子不在的时候 他还是那样 我们自己就被自己给局限了 已经适应那种弱智的方便的操作方法 稍微变点样 脑子已经固定了 不会思考了 局势已经发生变化了 还不赶紧动脑筋 想办法怎么去调整 然后还站在那个原地方 只能被淘汰 找工作都找不着 生存都没有办法生存 基督徒就弱智到这个程度 就退化到这种程度 你能愿这个时代吗 单纯愿时代吗 是我们不吃进去 那种太懒 总之就问题多做 所以教会呢 意识到人现在有这问题 要训练它吗 我让我们教会 虽然我们教会这些年轻的孩子 他们留学生 他们压力很大 要打工 他们真的读 很好的读的不是很多 但是也有人读 我让他们读 我让你们先读 再我讲 读的目的是让你读的过程当中 你自己去找保 你自己的思考和能力强 然后你读不懂我讲给你听 不是完全依赖我讲 但是你自己读 你就成了这个各种异端了 所以我讲给你 就让你重新回头思考你自己解读的 为什么出现这个问题 这样的过程当中 你再去写 这又是表达 读是理解对方 写是把你理解的东西去表述出来 这个是一个是学习能力 一个是表达能力 这是一个全人格的训练 当然我说你要反思自己 应用自己 那就是灵性的训练 所以弟兄姊妹 今天这个汉堡时代 我向大家发出的挑战是这个 你是一个智慧 一个有慧眼识珠的人吗 这个不是忽悠大家来 学基督教要义的问题 如果你发现一个 比基督教义更好的一本 整全的可以带领我们认识 整个福音 涉及到整个基督教核心信仰的 又给你灵性建造的这样的书 你可以推荐给我 但是我现在发出的挑战 你真的是一个智慧 有慧眼识珠的人吗 还是小猴子下山 我很喜欢这个小学课文里面的 非常幼稚的一个课文 但是里面却包含着 很多活到99岁都 搞不明白的一个道理 就是缺乏专注 没有人生目标和方向 没有价值判断 他不知道自己要什么 随便一丝签 结果太阳西下 两手空空 人生一片虚空 天天在忙 但是不知道忙什么 后来两手空空 什么也一无所获 智慧的人会懂得管理自己的世界 你忙为什么忙 忙在哪 那个是真的必要做的吗 是一定要做的吗 你什么班都报 什么学习都参加 你以为你是神仙呢 不睡觉不吃饭都可以应付 骄傲 无知 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 智慧的人 懂得自己真正的需要 当然这个也需要知识 没有知识也智慧不了 因为他也不知道 哪个是好东西 哪个坏东西 人家说好 就说好 哪个有名的牧师 搞个什么都参加 都凑合 哪个群都进 哪个都不专心 基督教药语 虽然如同珍珠成长一样 但是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但这个过程却是 可以让你自身成长 不是让你的记忆力成长 不是让你的被口诀能力成长 当你这个人成长以后 你把基督要义要义放下的时候 你在读其他作品的时候 你就可以作为一个 可以解读作品的人 这种能力虽然好像简单 但是在我看来 很多人都不具备 包括国内很多改革中的牧师 听他们读说的那个改革中 感到很陌生 我不是否定所有的人 为什么读同样的书 结果读出不同的味道 断章取义 太匆忙的就下结论 根本没有留意对方在说什么 在什么样的处境下说 人家用那个词和你想象那个词 不是一回事 所以这个不懂阅读的人 不懂听话的人 总是误解别人的意思 作者的意思也误解 圣经的意思也误解 这个别人讲一句话也是误解 就掐头去尾 也不考虑这个说话的背景 他真正的意图 所以能够读懂一本书的人 他也会看懂一件事情 他也会出对象 也不会失败 夫妻关系肯定也不会差 为什么 他总是能够留意 对方这种表现 为什么 看看周边环境 是我哪做的不对 为什么对方脸色不太对 声调不太对 就找原因 读懂一本书的人 这种思考能力 总是综合性的分析 所以都是一个原理 盼望弟兄姊妹 做一个智慧的人 虽然有些事情 功夫是漫长的 但是这种漫长的投资 是值得的 等你真正我们一同走过 基督教要议这个结束的时候 可能你自己都不知道 你生命当中发生了 什么样的成长 那个成长 比你参加个读书会 什么一个月读了四十本书 然后听了二百本书 然后学了这个 韦斯米斯信号 什么小10问答 什么等等 那些东西都很重要 但是我说你要需要的是 你综合性的成长 透过这样的学习 你对圣经那种鲜活的理解 对福音 对基督 对你自己 对你的信仰 有没有真的那种综合性的 营养丰富的 健康的 饮食的提供 而不是拿一个汉堡 随便快速的 廉价的 就可以充饱 让你感觉到好像吃饱了 营养丰富了 结果带来的就是 肤浅和肥胖 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 一分钟的时间 我邀请大家一起来祷告 求主帮助我 你自己的情况如何 我不知道 这个时间我们反省 我们若有悔改的地方 求主悔改 主啊给我智慧 我应该现在选择什么 我为什么这么忙 哪些东西应该放放 哪些东西不是必要的 哪些东西是出于我虚荣心 凑热闹 有些东西是等等 主啊怜悯我 我们这个时间一起来祷告 慈悲天父 我们感谢你的恩典 这个时间我们在你面前反思 主啊 这个是我们活在 每一个时代当中 无形当中就受到环境的影响 文化的影响 很多是 是不智慧的 不好的文化 就像这个快餐文化 虽然有效率 但是往往却带来很多的副作用 好像那种功利的 那种以目的 以结果 以果效为目的的这样的过程当中 结果我们自身就越来越变得肤浅 好像有一种虚假的成功的假象 结果却带来了这种身体的肥胖 我们的灵性也是这样 很多的时候急于求成 结果灵性里面空虚 然后而且出现了很多的偏颇 属灵里面的肥胖症 上帝啊 求主来怜悯我们 包括我们这个人 我们的思考 我们的思想 我们的心灵 我们对圣经本身的认识 我们对信仰 信经等等的认识 我们对上帝自己和福音的认识 我们对侍奉和教会的理解等等 都需要更新和改变 求主亲自帮助我们 让我们真正像 有眼识珠的人 愿意变卖自己所有一切 主啊 投资在最大的价值上 主 求主给我们这样的智慧 让我们爱惜光阴 在有限的时间当中 让我们更好的去装备我们自己 训练我们自己 成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 在任何时代 不仅有真理的知识和见识 也有分辨力 懂得分辨这个时代 懂得去看人 看事 去正确地去诠释各样的现象 求主恩待我们与我们同在 祝福以下的时间 如此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